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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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挑片囉 挑片囉 完全沒有 其實我是網路的受害者 大家可以去看 基本上從過去初選 一直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斷過 我就是網路的受害者 而且說真的 我也沒有能力去加害別人 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片面的說法 其實是很不公平 而且我必須說 今天整個臨難的事件 我們要去探討的是 怎麼去把這個渣男 能夠繩之依法 而且是 確確實實 不是現在積壓而已 而且應該找出更多的證據 而且讓更多的受害人 可以出來指認 讓他真正神之於法 應該是這樣子 怎麼會是被 有心人士去帶風向 甚至是 莫名其妙 把這些責任推給別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譴責 林南的同時 我們在支持高嘉瑜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 應該譴責這些 故意用這個事件 去故意亂帶風向 然後去造成 一些政治利益的 一些獲得的人 我覺得這些人 才是我們也應該要唾棄的 我真的不知道說他跟誰有接觸 但是我真的不認識他 而且我的 所有的範圍裡面 也沒有出現過他 所以我真的是 不知道說他到底跟誰是 交往比較密切 但是我相信 其實這都不難查 這個網路搜一搜 就知道他曾經跟誰 這個見面過或是來往過 而且如果說 依照現在大家所傳出來的 是他都是用有心的方式 有計畫的方式 在跟政治人物交往 跟一些重要的高官交往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才是我們要去追究的 他到底是什麼用意 而且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不應該是被 這些錯誤的風向亂帶 然後帶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方向 然後整個媒體跟著他打說 哇 南部的這個大咖 在幫他洗白 重點是 你一定要認識他 你了解他 你才有辦法去拿到這些資料 去所謂幫他洗白 那不認識的 我這最無辜啊 我昨天都想說 今天一大早起同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我昨天是被雷打到 真的是被雷打到啊 莫名其妙 然後用一個 已經是離開一年多前 就離開的一個地方議會助理 然後硬要跟我牽扯在一起 那重點是 我跟林南就不認識 我有什麼樣的動機 有什麼樣的用意 有什麼樣的這個目標 要去幫他洗白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合邏輯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到此為止啊 謝謝 我覺得就是要查清楚 因為林南刻意有計畫的跟民進黨的一些人士 來做一些交往 或是有一些動作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有可能要查清楚 而且也要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是在講嘛 我今天在臉書寫得很清楚說 像我這種完全跟他不認識的 我都可以掃到台風尾了 那這些曾經跟他有來往 而且有密切接觸的人 有可能也會陷入到 林南的這些相關人脈的設計計畫當中 而成為某一個主角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要查清楚 我們現在台南不是就是六都嗎 那六都不是就是總統直接 主席直接來做提名嗎 我們又沒有初選 怎麼又牽扯到初選呢 這個好像有點邏輯不通喔 這到底又是誰在帶風向 所以我們真的要譴責一下 不要再利用這個事件 故意亂帶風向 我們真的要譴責 好 OK 謝謝 謝謝